2016年是让整个乐高科技组玩家圈子疯狂的一年 这一年日本大神荒景园发布了伊卡洛斯 丰田FJ40以及西征等经典Mock作品 英国大神Paul Van Boek发布了科尼赛格湾 德国大神Bruno则发布了宝马M4 而加拿大JKBreakworks的三球仪同样也是发布在这一年 我国大神Kevin Moo同样高产一年发布了三款作品 在整个过去20年 RB上最受欢迎的10款科技组Mock作品 有三款都是发布在这一年 而同年乐高42056的发布 则是在品牌层面正式开启了1比8大比例官套超跑时代 此后几年Bruno,T-Lego,Lux Lego,Lucas,LegoB,Sharbel等新劳众神 将给全球玩家带来一大堆优秀的1比8超跑Mock作品 两年后乐高还将发布的另一款1比8超跑则会彻底破圈 科技组玩家数量将成倍增长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本期首发深度评测 来聊一下这款将奠定未来1比8超跑积木基础架构的42056 往时接911GT32S 同时适当地探究一下 在此后几年里它价格暴涨的背后的秘密 当然其实在42056之前 也并非没有玩家Mock过1比8的科技组跑车 只不过它可能是长这样的 说至于有限的零件 比时的大比例超跑更多的只能通过软管勾勒线条的方式 来对尤其像轮煤等具有复杂曲面的外表面进行纯抽象化的还原 包括轮胎轮毂也只能用其他比例的代替 而这款42056中使用的新零件有23800轮毂零件 未来几年将只在这一款关套中出现 23799轮胎零件将在42083和42115中继续沿用 另外还有2411815x5轮毂零件 241197x3科技面板 2394811单位十字轴 262873单位十字轴连接件 以及23801悬挂驱动桥 在这些零件里面 轮毂、轮胎、轮毂以及悬挂驱动桥呢 都属于底层零件 主要也就是用于1比8跑车的搭建 而可以配合动力传输环使用的26287 则是彻底解锁强大变速箱的关键存在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款作品的经典内部结构设计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变速箱和换档相关结构设计 整个装置由三个模块组成 分别是可以实现前进、倒档和空档的档位切换模块 四速序列式变速箱的档位切换模块 以及通过若干齿轮和动力传输环等零件组成的变速箱模块 整个变速箱的动力输入端是后方的这根黄色十字轴 而靠上位置的这根十字轴则是变速箱的动力输出端 后面将连接后选架插速器 先看前进、倒档和空档的档位切换模块 动力从仿真发动机出来以后 无论处于四速序列式变速箱的哪个档位 动力最终都将达到这枚24尺齿轮 当处于空档状态 动力传输环不连接前后任意一枚红色16尺离合齿轮 因此整个装置的动力输出端是静止状态 急车轮不旋转 当切换至D档也就是前进档 动力传输环连接后方的这枚红色16尺离合齿轮 此时动力输出端在镜头方向里是顺时针旋转 当切换至二档也就是倒档 动力传输环连接前方的这枚红色16尺离合齿轮 此时输出端则逆时针旋转 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 当动力传输环连接后方离合齿轮的时候 变速箱动力出来以后 直接通过这组16比16的齿轮组 然后到达整个装置的动力输出端 而当连接前方离合齿轮的时候 动力会先经过这里的两组12比12的齿轮组 发生旋转方向的反向 然后才到达这组16比16的齿轮组 并最终到达动力输出端 所以倒档功能也就是通过这里的 共7枚齿轮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装置中的 四速序列式变速箱换挡模块的工作原理 手动换挡动力从这根十字轴进入 在这里经过4比4的齿轮组 然后将动力向左右两侧传输 在两侧 设计师各设计了一个曲柄连杆结构 末端连接着换挡拨杆零件 当这根十字轴每旋转90度 对应的也就驱动两侧动力传输环实现前后位移 因此也就实现换挡的效果 在这个模块中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但是却非常关键的设计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 设计了一组8比8的齿轮组 这组齿轮组并没有参与其他的任何联动结构 其中一枚8尺齿轮通过43093摩擦销 被固定在销孔上 那我们先记住这个结构 稍后我们会发现它的惊人的设计用意 这里我们来先算一下各档位的齿轮比 因此也会发现一处手册错误 经过对传动路径的分析 按照拼搭手册的安装方法 整个变速箱在4个档位下的齿轮比 依次是0.33 1.0 0.6 1.67 也就是一个非渐进式的混乱的齿轮比顺序 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速箱靠后位置的这两枚齿轮 进行左右位置的互换 经过修改 4个档位下的齿轮比依次为 0.33 0.6 1.0 和1.67 也就是实现了渐进式的正常的齿轮比顺序 接下来我们加入电机测试一下 那可以看到在各个档位下 联动也都是正常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套装最精彩的设计点之一 也就是方向盘后面的手动换挡拨杆装置 这个装置由4个关键模块组成 第一个是左右两侧各一组换挡拨杆模块 以这枚浅棕色十字轴为轴心进行旋转 那两侧的皮筋结构为它们提供换挡后的回弹拉力 第二个关键模块是由6641和下方的45590两个零件组成的弹性底驰模块 在两侧各有一组 可以看到这枚红色的6641可以绕十字轴呈轻微的旋转运动 并在45590橡胶零件的作用下弹性回味 第三个模块则是整个装置的动力输出端 也就是底部的这枚球形连接键 它将连接之前提到的变速箱和换挡相关结构的动力输入端 因此整个装置的最终运动结果也就是驱动这枚球形连接键 每次固定旋转90度 第四个则是由内部的共五枚四尺齿轮组成的齿轮模块 其中左右两侧各一枚四尺齿轮 我们叫它驱动轮 这两枚驱动轮的旋转轴心并非是固定的 而是各自在左右换挡拨杆模块运动的作用下 会发生前后的位移 而另外三枚四尺齿轮的旋转轴心则是固定的 其中和两枚驱动轮涅合的 也就是两枚驱动轮中间的这枚四尺齿轮 这里我们叫它目标轮 目标轮最终是通过另外两枚四尺齿轮连接刚才提到的动力输出端 也因此整个装置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要实现通过换挡拨杆模块 最终控制这枚目标轮每次旋转90度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为了彻底搞清楚它的原理 这个简单的一秒不到的换挡动作 我们在这里把它分解成三步 第一步 底持 当我们拉动换挡拨杆 则带动驱动轮发生前后位移 并最终底持这枚红色的6641的底面 第二步 旋转 在发生底持后我们继续拉动拨杆 由于驱动轮异端被底持 因此此时驱动轮将发生旋转 同时通过另一端带动中间的目标轮旋转 此时整个装置的最终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然而还有非常关键的第三步 回位 当我们松开换挡拨杆 驱动轮将发生反向的位移 此时如果没有其他装置的介入 那么驱动轮将带动目标轮一起回位 也就无法完成换挡的效果 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 我们会发现有两个装置 首先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组8比8的齿轮组 它的作用是为目标轮提供旋转阻力 所以大家需要了解 这枚目标轮的旋转是有阻力的 这点非常重要 那另一个就是这里的弹性底持结构 因此实际上在回位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这枚红色的6641会发生轻微的外张 这是因为中间的四尺齿轮 也就是目标轮 在旋转阻力的作用下 在驱动轮回位的过程中 会反过来驱动驱动轮旋转 而红色6641的轻微外张 是因为在回位的过程中 驱动轮的花瓣部分 会与这枚零件的侧面发生底持 而之所以外张 从一方面来看 是它的旋转阻力 小于目标轮旋转阻力 所产生的自然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看 也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 回位过程中的让位设计 把这个模块装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 测试下来呢 也是非常的顺畅 这里我们看一下前选架 可以看到设计师 在左右两侧 各使用了一根小耗硬壁阵 测试下来 回弹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转向动力 则是从这枚红色的 十字轴连接键进入 然后通过20比12的齿轮组 并最终通过 与20持齿轮同轴的 这枚12持齿轮 带动转向齿条零件 实现车轮转向 方向盘联动 则是通过这里的 一组球形万象节 以及两组 12比12的齿轮组实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师还通过 两枚32002四分之三销 对转向形成 进行了线位 这里看一下后悬架 动力部分比较简单 这枚黄色十字轴连接键 连接变速箱装置的 动力输出端 动力进来以后 在中间经过差速器 然后向两侧 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 另外设计师是在左右两侧 使用了两枚小耗硬壁阵 测试下来 回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发动机联动比较简单 也就是通过车尾 这里一组16比16的齿轮组实现 完成了整个底盘模块以后 那我们也来做一下测试 转向与方向盘联动 换挡拨杆与变速箱联动 前进 倒挡和空挡的挡位切换 各个挡位下的行驶 与发动机联动 那测试下来全部正常 包括加入电机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 无论动力从发动机进入 还是反过来从车轮进入 在各个挡位下都非常的顺畅 同时也能看到 不同挡位下的传动比的差别 甚至是加入怪兽电机 挑战一下终极测试难度 可以看到同样是非常的丝滑 以及还包括电机不停机 也就是一边行驶一边换挡 还有加入车轮 那测试下来同样流畅 在完成了各个外观模块以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款42056也是做了大模块的设计 而且它的大模块设计 和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套装不同的是 它并不是简单地对车头 车身和车尾进行大模块划分 而是采用了内层底盘 中层车架 外层外观 这样的大模块设计方法 尤其是中层车架和内层底盘之间 在垂直方向上安装 严丝合缝 恰到好处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摩擦销 和销孔之间的对位拼插 在垂直方向上放上去以后 再通过若干42056等插销零件 在水平方向上进行固定 完成合体以后 也是非常的结实 接下来合体其他的外观模块 一共经过大概18个小时 这款乐高保时捷911就完成啦 在成品外观方面 首先可以看到整个车身线条比例 相对于原型车 确实是做到了高度的一致 成品长度大概是57厘米 相对于原型车4.57厘米的长度 它的比例也是非常精准地 控制在了1比8 那重量则是2.4公斤 虽然我们可以在 比如前盖两侧 车灯下方 前轮煤后方 尾灯两侧等位置 看到一些镂空的破面 但没有镂空的破面 一直都不是乐高科技组跑车的 核心设计目标 在这方面 乐高的产品设计思路 和部分超跑Mock作品 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在几年后 虽然伴随越来越多的 全新科技面板的发布 一些细微的曲面细节 将得到更好的还原 但乐高总会在拼搭体验 功能数量 成品牢固度 以及最终的外观还原之间 做到相对比较完美的平衡 在功能方面 前后悬架回弹 测试正常 回弹手感也非常清晰 前后推行 在四个挡位下都非常顺畅 不过模拟原型车的 水平对峙六缸发动机 在外观面上并不能被看到 那换挡手感测试下来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即便是加大测试难度 经过上百次的换挡测试 也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那我们也可以在车尾位置 加入一枚电机 模拟动力从发动机出来的过程 可以看到在四个挡位下 车轮的联动都是正常的 同时也能够看到 比较明显的车轮转速的变化 包括倒挡以及空挡 测试下来呢 也都没有问题 其他的包括转向 与方向盘联动 车门开合 前背箱盖开合 引擎盖开合 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 打开前背箱盖 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手提包 引擎盖打开以后 里面同样也有一些内构细节 此外可调式DRS尾翼扰流板 同样也做了功能还原 打开车门 在副驾驶位的手套箱里 还可以看到一个印了唯一编号的平面砖 牢固度方面 这款套装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不管是从前后还是从左右抱起来 像这样去晃都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像这样适当的振动 也基本没有发现容易脱落的零件或者模块 毫无疑问 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官套旗舰跑车 在未来几年 42056的这些设计方向 将在其他同级别套装中得到延续 首先外观搭建方面 在整体造型轮廓线条比例保持准确的基础上 使用积木零件对原型车的设计语言进行解读和重构 而并不追求极致的细节曲面还原 当然其实这也并不是42056独有的设计方向 而是所有的乐高官套科技组跑车基本都是如此 过度追求细节曲面还原 虽然可能消除外观破面 但也可能让整个外观的覆盖显得比较零碎 同时可能增加拼搭难度 降低成品牢固度 在功能方面 变速箱以及驾驶室内的换挡拨杆联动将成为标配 同时也会逐渐地向更强大的变速箱发展 而官套只做静态版 动态版改造则留给玩家圈子 也同样会在同级别套装中得到延续 功能定义也将持续保守求稳 Mock圈子不断出现的 例如悬架高度调节、悬架测倾 还有遥控换挡等核心功能 短期都不会出现在乐高同级别关套中 其原因同样也是因为球稳的设计路线 除外独占轮毂将出现在每款旗舰超跑中 以及每款都会安排一点小bug给玩家 比如拼搭手册错误 悬架不回弹等等 那实在安排不了的 至少也得安排个少量零件的明显色差问题 在另一方面 虽然此后几年的同级别超跑 论设计或许能够有所超越 却很难再复制42056的持续飙涨的价格走势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下面的图表来解读背后的逻辑 我们调取了RB上过去20年 每年新增的科技组Mock作品数量 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科技组玩家数量的增长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 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2020至2022三年的总数是2016至2018三年总数的5.5倍 大量新入坑的玩家对经典套装的旺盛需求 和早年相对较少的产量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发行量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42056价格飙涨的关键原因 此外在2016年 大多数乐高玩家还不知道1比8超跑 居然可以有如此惊人的涨幅 因此囤货的玩家也是比较少的 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 42056在售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而42083在售长达四年半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新入坑的玩家哪该买的 大部分都已经买了 同时2020年开始 玩家数量开始平稳增长 以及42056绝版后的价格涨势 吸引了不少的玩家和贸易商 针对42083等套装大量囤货 即便是在2023年初绝版后的半年 也依然可以看到超低价促销不断上线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个囤货的规模 因此除非新入坑的玩家再次快速增长 同时市面上的存货基本消化完毕 否则42083等套装的价格 大概率最多只会缓慢且小幅的上涨 好啦那最近陆续还会有至少三款 1比8大比例超跑的深度评测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拜拜